好通途喔 很碰撞的那種 會有一點鹹甜椒汁的感覺 對啊 很有Feel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瑋磊 我是瑋磚 歡迎來到黃中莉開箱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珍珠丹跟全家聯名的全系列商品 他們這一次一次出了9項 但是我覺得不對 他們應該出10項 為什麼 因為珍珠丹會說 我要吃10個 說我要吃10個 好像珍珠丹之前就出過冰棒 我們今天就有黑糖珍珠冰棒大食材 對啊 他都是勝出的那一個 因為他的黑糖實在太經典了 這要人家搶到死啊 很多項都是我去買的時候是最後一個 喔 那所以你看到今天這次開箱有福了 泰式奶茶雪糕 值能嚴選泰奶風味 跟我們前幾天開的那個Gordiva 是不是有點小小的想像呢 好像蠻順利的寫下來了 它是有不同的東西在裡面啊 因為我現在目前看然後它有兩個顏色 西蘭紅茶風味巧克力醬 什麼呢 為什麼要吃筷子 欸 還是好像筷子吃血糕 剛剛那個 哎唷 喔好香喔 很泰耶 好泰喔 很好吃耶 夠甜 大家知道珍珠丹他除了黑糖珍珠鮮奶之後 他其實也有泰奶 還有我很喜歡的抹茶 拿鐵 他這個完全歡迎 因為他泰奶的那一杯的味道 最後加了那個巧克力 所以他會有一個更像甜品的感覺 他吃到最後那個巧克力的外皮 就會軟化開了 超越能不能給他 第二項就是我們的 黑糖珍奶酷冰沙 酷冰沙是傳說中 全家的那個 曾經喔 先其一波大蜂巢的 很有名的東西 它是剉冰 然後你可以選擇你要加牛奶或者是咖啡 那我們這次選擇是加牛奶 給大家看 我看到一個很不可思議的東西 有看到上面嗎 有一粒一粒的珍珠耶 他中間那個本來是牛奶 因為我剛剛再冰了一下 所以他就冷凍了 對對對 就外面是冰沙 中間是牛奶 舒服 冰沙的樣子 私心撈了一大塊 聞起來有淡淡的 黑糖珍珍的味道 嗅覺沒有特別的那個明顯 好冰喔 你吃太大口了吧 他沒有我想像中的甜耶 嗯 有可能是因為它都是冰筋結構 或是牛奶 你知道其實冰筋結構會讓你降低那個甜度的認識 喔 最重要的是它的珍珠 是麻糬 它是麻糬 而且它冰起來完全不會硬掉 就是跟在冰棒已經吃到的東西是一樣的 嗯 我真的要甜就要是外面那層冰沙 我剛剛吃到是中間的牛奶所以不甜 外面那層是很甜的 大家喝這個的時候 嚼一嚼 嗯 今天它以下吃有一些黑糖蜜 會讓一些黑糖控為之瘋狂 該不會有吧 該不會有吧 因為我們看到底下黑黑的耶 有沒有看到下面 因為我希望它的黑糖味可以更凸顯 因為 真主蛋就是以黑糖爆炸聞名 它底部不太一樣 有一個不一樣的塵 再準備就是呢 被我們攪成像真正的冰沙之後 嗯 有差 更甜了一點了 嗯 有黑糖香跑出來了 喔 在下面 黑糖塵在瓮底 好香喔 可是它不是那種爆炸甜的 它會讓你覺得是有黑糖蜜 跟那些奶更加融合在一起 而且更加的突出 而且蛇來之筆就是那個黑糖麻糬 再來下一項 黑糖鮮奶布丁 它是30元 這個30元很棒耶 對啊 因為它其實蠻大的喔 台灣黑糖 跟職人嚴選的喔 來吧 我期待你 上面竟然有黑糖蜜的滾 哇 嘿秀 喔 大家看 上面應該是黑糖不是焦糖 聞你一樣我覺得嗅覺沒有太大的味道 嗯 這是黑糖的布丁 喔 這好棒喔 好黑糖喔 底部是那個焦糖層 所以它把黑糖又煮得有點 有點焦味 炭焙的那種 有焦味的黑糖 炭燒那種 一般布丁它下面那一層都是有點像 黃砂糖白砂糖去做出來的焦糖 對 它這就是真的是那種甘蔗的去燒出來的那種黑糖感 但相對的它就比較甜一點我覺得 它這樣一顆要146大卡 大概糖分值是蠻高的唷 經典黑糖法國書 竟然連法國書都有 那個東西叫法蘭書對不對 然後它叫法國書 因為法蘭書可能有名字專利 很貼心 裡面是一包一包的 五六七片 大概八塊左右 黑秀 我看一下裡面內線長什麼 這種酥酥脆脆的 噔噔 好香喔 爆炸香 哇喔 黑糖麻糬的那個香 然後外面的那個皮感覺 你大力一點它就會整個碎掉 所以我剛剛其實很小心 就是它很脆 它每一口都是脆的 抿到後面那個黑糖味才會出來 並不會很甜 並不是死甜欸 它的奶油一樣是油性奶油 感覺沒有到前面那幾項那麼的驚艷 它不會脆到吃到你的嘴巴 你整個腦腦裡面都是那個 烤烤烤的聲音這樣子 好下一項 黑糖奶茶夾心餅 沒錯 欸不過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名字就是做黑糖珍奶油 它剛剛那個前面那個書 它的餅皮也做得很棒欸 四片三十九元 它盒子看起來裡面不只四片 餅乾應該有黑糖的元素在裡面 因為餅乾黑黑的欸 喔這很多欸 線是爆出來嗎 跟剛剛那是一樣的線嗎 看起來不太一樣 沒有那麼香 剛剛那個香味很濃烈 黑糖餅乾配上那個奶油 這一點有那種古早味的感覺 噢好衝突喔 它是那個 蔬菜餅乾 它是蔬菜餅乾 對 就會那種鹹鹹的 有鹹鹹的 蔬菜餅乾外面 然後裡面是黑糖的那個 黑糖奶油醬 唉唷 很碰撞的那種 噢噢 會有一點鹹甜椒汁的感覺 對啊 吃到最後會有那個 蔬菜餅乾特有的那個 黏在你嘴巴裡面那種 蔬菜鹹鹹的味 那個餅乾味 蠻創新的搭配 哇現在嘴巴有個鹹鹹的 魚韻這樣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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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驚艷到啦 像我是蠻女的朋友很喜歡吃 有點鹹鹹的那種蔬菜餅乾 再來這樣 覺得有點脆搭 黑糖奶茶 真主男性男出 喔對 轉錯變 黑糖奶茶 喝 它出了寶特瓶裝 因為 上次我們喝那個老虎糖 它是那個 紙盒的 好香喔 我剛剛想說它會不會只有奶茶味 少了黑糖 我覺得有點可惜 它是有一個黑糖的香味 很清晰的那個黑糖香 濃郁 它超濃哎 好濃喔 是有一點微的 微微 它乳含量50% 對 就是有奶 牛奶跟那種奶茶不太一樣嘛 它的質地 它就是一個乳含量很重 然後黑糖也很重的一個奶茶 因為像是重乳黑糖奶茶的 我一直在想這個東西我在哪裡喝過 啊 我們工作室還有 可以沖出來那個沖繩奶茶 沖繩的黑糖 對 沖繩黑糖奶茶 就是那一包 你有沒有照來講什麼 我可以在這裡 沖繩黑糖奶茶 可是它的甜度是高的喔 喔 好軟 泰泰奶茶 戚風蛋糕 哎唷 竟然拓張到了蛋糕跟麵包的品項 這邊寫說是泰泰奶茶粉 然後泰奶醬 那這個是35塊 哎唷 還行 還行 噢 好漂亮喔 現在就流行這種的耶 會讓你覺得很有質感 這個頭吃的 這個泰式的奶茶 奶茶色 好有feel喔 泰奶醬嗎 好誇張喔 超濃郁耶 這個醬 突然很期待 全聯Wiswee跟珍煮蛋合結 銀湯的媽全聯 我覺得會很厲害喔 哎唷 有兩個不同的醬 各位 中間還有一層耶 兩種泰奶醬的感覺 有兩種 給大家看 好美 它的蛋糕是軟的 軟的吧 有沒有聞到醬油膏的味道 這是什麼東西 越嚼它麵包體的那個奶香味就越出來 泰奶的那個泰式的那個香料味是很出來的 如果它今天這個口味出黑糖牛奶風味 我覺得會很棒 它的麵包是保持的 如果它上面是濃郁的黑糖醬的話 但不如說它的蛋糕是我真的吃過 戚風很厲害的 好軟喔 但它一樣就是比較甜一點 最上面有點像焦糖醬的質地 然後中間是那個泰奶奶油 值得買來尝鮮 因為真的蠻特別的也好吃 黑糖奶茶QQ球 我細咋高QQ 好大一顆 很大 好像扭蛋 它味起來超香耶 超香耶 超奶又超黑糖 而且我咬不斷中間的珍珠 給大家看起來就好了 奶粉 偏甜 好甜喔 它中間的那個軟糖部分是有點麥芽糖 它很黏牙耶 裡面所有的品牌裡面 目前我最不喜歡這個 因為它太甜了 然後它太甜之餘它好乾喔 一匙奶粉然後上面再擠黑糖醬 然後把它放到嘴巴裡面去 其實目前為止 我目前知道的QQ球 我都還沒有覺得它是做的 很符合我愛的味道的 但可能QQ球有它自己的一個東西 是啥 最後一個品項 我們來到了我們的 黑糖爆米花 將將 它外面這個拍得太好看了吧 我希望它廣告實 它寫煮白黑糖耶 很香 它是粉 我以為是那種太飛糖的糖漿狀 實體打開來的話它其實是粉 黑糖粉是嗎 聞起來的話淡淡的 的黑糖味 真的是那個粉在甜耶 這沒有奶 它單純是黑糖爆米花 你就是吃到真主蛋最 最原始的那個黑糖加上爆米花 它中間咬開一半的中間是非常白的 那種甜 跳起來出來 它是很清爽的耶 它是完全不會有油膩感 也沒有吃到那個玉米跟殼 可是我吃爆米花我很怕吃到那個殼 但它對我來說是蠻好的東西 因為它沒有奶 剛好放在最後一個 它整個就是跟前面以往大不同 清爽的黑糖耶 而且你整個吞下去之後 你嘴巴裡面是留著的是黑糖的清香耶 好像你剛趕完一塊小黑糖 這個好棒 最終我們又到了我們的抉擇時刻 好 我選好了 我選好了 黑糖爆米花 哥哥喜歡爆米花 而且哥哥 哥哥喜歡吃冰 哥哥哥不喜歡泰南 沒有到不喜歡啦 哈哈 然後 哇 李主長回頭一周 發現冰棒並不單純 這是好吃的冰 但它巧克力超過那個開式奶茶 有點可惜耶 包包包包包包包 你要幫忙聊 等一下 那味道太重了 什麼 我吃吃了 入口 上水 水 端水 喔 就這邊沒有味道 你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爆米花 外面脆脆甜甜的是一個蠻棒的口味 沒事 可是可惜味道淡的甜 確實有點淡 應該不是我的錯覺 我覺得兩個都還可以再更好 你看你去吃 他不喜歡我 欸對我忘記布丁了啦 完了我應該選布丁的 他應該喜歡布丁 結果他沒有喜歡布丁 黑糖 喔好香喔 壞的 不是那種花順型的 鮮奶布丁 欸這個不錯耶 只有哥哥喜歡破冰沙 我們兩個都輸了 我會選擇這個 他用時候把它煮黑糖 就很Q也很香 欸對我怎麼會選爆米花 現在怎麼回事 我會覺得冰沙是 欸清涼的 但是要稍微思考一下 這很甜 好吃 好謝謝哥哥 來你給你走了 大家可以去買的那個雪糕啊 爆米花跟布丁 還有酷冰沙 都還蠻好吃的 好以上就是這一次 全家跟真主丹所聯名推出的產品啊 如果說呢 你有沒有去買到這些品項的話 也歡迎 就是拍照在各大社區平台 TAC我們 我們都會看得到喔 那如果還沒有去買到的話 也歡迎這次方留言 這幾項品項 你最想要吃哪一個 好啦 歡迎在這裡 看到米老記得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鈴鐺 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跟IG Facebook跟IG 就知道囉 然後歡迎在這裡 看看下次見 Bye Bye 別再看得到 生活 你有聞那個黑糖的部分 我鼻子在嗎 你鼻子在嗎 來吧